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统计 2022年全球半导体系片出货面积达147.13亿平方英寸 同比增长3.9% 细晶圆总营收138.31亿美元 同比增长9.5% 均创下历史新高 该协会表示,去年半导体系片出货创新高 主要是在车用、工业、物联网以及5G建设等应用驱动下 8英寸与12英寸半导体系片需求同步成长 协会认为,尽管市场对总体经济忧虑加深 半导体系晶圆市场仍持续推进 据统计,过去10年有9年出货量呈现成长 显示系晶圆在半导体产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就在近日 台积电公布了一项计划 表示自己要推出FinFET专案 用于培养未来半导体晶片设计人才 并推动全球的学术创新 据Essential Energy and Environment News报道 台积电启动了大学FinFET计划 旨在为该行业培养未来的晶片设计人才 并推动7奈米晶片研究 台积电称要与亚洲、欧洲、北美的服务伙伴一起 将16奈米的FinFET技术 开放给大学以及研究机构 提供学习及测试资源 用于教学和导致系测试晶片的研究专案 比如大学生、教师和学术研究人员的教育访问 以16奈米工艺设计套件PDK为中心 但台积电还在7奈米提供多专案晶圆MPW服务 其中教学设计资料以台积电N16制程为基础 包含教程设计案例、培训资料和教学影片 从而带领学生从传统的平面电晶体结构 进入FinFET设计 对于该研究专案 台积电为通过多专案晶圆MPW制造的测试晶片 提供N16和N7工艺设计辅助材料 其中包括逻辑、类比和射频、RF方面的研究设计 对于台积电的这个计划 估计不少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会倍感兴趣 毕竟台积电作为全球第一大晶片代工厂 提供自己的资料给外界 绝对有含金量 值得学习 当然 也有人表示 16奈米工艺已经不算先进的了 但即使 目前全球掌握16奈米工艺的晶圆厂依然趋之可数 除了台积电、三星、英特尔外 似乎也就只有格罗芳德和中芯国际了 其他的像连电等主要还是以28奈米为主 这些厂商也没打算去研究更先进工艺 还是以成熟工艺为主 所以16奈米工艺并不落后 台积电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对此则表示 在台积电 他们始终着眼于未来 不仅是未来的研究将成为明天的技术突破 而且未来的人才将成为明天的创新者 通过台积电大学FINFET计划提供的 16奈米和7奈米技术 台积电为研究人员和学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舞台 让他们探索他们的想法 激发他们对令人兴奋和快速发展的 半导体领域的好奇心和热情 可以看出台积电这次提供的 除了16奈米还会开放自己N7制程的一些资料 也就是7奈米工艺的技术给这些大学 要知道从16奈米至3奈米工艺 台积电使用的均是FINFET电晶体技术 所以实际上台积电是变相给潜在的相关毕业生 打开了未来通向3奈米晶片制成的大门 远不止16奈米工艺这么简单 台积电3奈米量产之后 攸关台积电2奈米厂的中部科学园区 台中园区扩建2期开发计划就变得引人关注了 此前有台湾媒体曾指出 台湾中科推动台中园区扩建2期计划 这或许关系台积电2奈米厂筹设进度 台积电规划2奈米制成将于2024年进行风险性试产 于2025年量产 若竹科用地不足将会在台中扩建2奈米产能 在去年12月底有消息称 受台中市政府都市计划审查延当 加上新任都发局长尚未就职影响 台积电下一代2奈米中科新厂用地取得10成 恐由原定的5月延到第三季 台积电曾回应表示 目前2奈米制成量产计划并没有改变 就在外界担心之时 在2月上旬 台积电2奈米厂的中部科学园区 台中园区扩建2期开发计划 突然通过环平大会审查 预估产值可达新台币5014亿元 将提供4500个就业机会 这意味着台积电2奈米厂即将启动 据悉台湾环保署近日召开的环平大会 其中一案为中科二期扩建案 中科二期希望引进半导体产业 维持台湾半导体全球领先地位 据悉台积电2奈米厂将进驻 此案受高度关注 历经三次专案小组审查后 去年底通过环平出审 这次环平大会终于闯关成功 顺利通过环平最后一关 根据国科会中科管理局资料 中科二期扩建开发面积 从原本94.62公顷 缩减至89.75公顷 但绿地面积不打折 维持原本的12.99公顷 用水量方面 原本规划为10万CMD 及10万公顷每日 随着面积缩减 略降至9.5565万CMD 并承诺处民生用水外 中期100%再生水 全区用水回收率84% 并自设再生水处理设施 中期可产至2万CMD再生水 用电方面 原规划总用电量975万瓦 也调降至925万瓦 并承诺进驻半导体厂商 每年取得25%再生能源 运营后 5年半导体事项废弃物 再利用率达90% 且废弃物 鉴于科学园区体系内处理及处置 2050年 使用100%再生能源 此外 环平大会建议建立 事业废弃物处理处置备源机制 对此台积电表示 乐见其成 并强调将秉持一贯的承诺地 通过气候与能源 水管理 资源循环及空气污染防治等面向 以具体作为实践预测制造 据了解 台积电二奈米厂区 分别计划在竹科宝山 中科设厂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去年底在三奈米量产典礼上特别指出 目前准备中的二奈米晶圆厂 分别落置新竹与中部科学园区 共计六七的工程 建议计划持续进展中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 月前在今年一月法说会上也提及 台积电二奈米进度比原先预期来得好 维持风险市产2024年 量产2025年的规划 目前进展良好 在此前的2022年台积电技术论坛上 台积电也首度公布了其下一代 先进制程N2节点 其二奈米制程的部分技术指标 相较于三奈米升级版N3亿节点工艺 在相同功耗下 台积电二奈米工艺的效能 将提升10%至15% 而在相同效能下 台积电二奈米工艺的功耗 将降低23%至30% 电晶体密度提升了10% 台积电去年进入 二奈米工艺N2制程技术节点的开发阶段后 着重于测试 载具设计与实作 光照制作及细式产等 主要进展在于提升基础制程设定 电晶体与导线效能 在曝光技术部分 台积电研发组织借由提升晶圆良率 达到可靠影像以支援试产 并提升即此外光 EUV的应用 降低材料缺陷与增进平坦化的能力 从而以全力支援 二奈米技术的开发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